欢迎来到历史课 这样我是美丽 在我军历史上 长征是一次空前的伟大历程壮丽实施 其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不过这次伟大的历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据统计中央红军出发时共8.6万人 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7000余人 损失将近8万人 红军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 除了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新兵太多 没有战斗经验 伤亡非常大 据武修全统计 中央红军在开始长征之前的几个月里 就招收了5万多新兵 比原来的老兵数量都要多 这些新兵还没有经过多少训练 就跟着参加了长征 可想而知 军事素养有多差 甚至很多新兵连枪都没摸过 而且长征突围战远比苏区的战斗更难打 因为准备仓促 守卫难顾 各部队之间配合很差 导致新兵更加得不到锻炼 损失也更加严重 比如湘江战役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经历的第一次大战 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大战 结果从出发时的8.6万人 一下子锐减到3万余人 而其中大多数都是新兵 后来凯国少将 萧峰回忆说 吹士元挑着饭蛋子 看到香喷喷的米饭 没有人吃 边走边哭 当然 新兵损失的多 也不代表老兵就没有损失 尤其是各级将领 每次战斗都身陷十足 因此损失也非常大 比如在湘江战役中 开古中将罗元发所在的团 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 连长也死伤大半 最后团长也受了伤 代团长更是直接牺牲 后来罗元发将军 每次回忆起这次战役都老泪纵横 说那一仗打得太苦 在攻打遵义时 开国上将王平也曾经差点就牺牲了 当时王平是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 跟团长邓国清率部阻击无其尾部 两人在前线指挥时 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 击中了邓国清的手 王平听到动静 转过头去看 结果一颗子弹 擦着他的后脑勺飞过去 非常惊险 王平后来说 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回头的话 那颗子弹肯定会击中自己的额头 肯定就当场牺牲了 这次战斗 足足打了四个小时 红十一团共伤亡四百多人 三个营长全部牺牲 为牺牲的那么多战友而伤心 这都是长征中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这些真实而残酷的故事 才让长征精神更加伟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